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21999年的Paper 2第九條MC 看到今天是BangBangChannel的現場版 大家心裡有數都很聰明 就是我肯定教你Program 事不宜遲 先看看除分筆記 今天破天荒印除分筆記給你 因為這類題目都很煩 要先講解 首先 什麼是Cordidate Function 就是Y等于AX 2加BX加C的圖像 它是一個拼密線 而事實上Y等于AX 2加BX加C 是什麼圖像呢 它是一個拼密線 當然它可以它是上開口和下開口 這兩幅圖 說明了 如果A是大於0 也就是AX 2加BX加C 如果A位大於0 例如舉例是3 3x 2次감이 Aو16去 fizer RI100 可以將上面打開加入 至於如果A位是小过0 説明件是小过0 A位置只要上屎 Originallyから高小過0 A位置只要暗小过0 以英文名詬burn downward 當然問題是 不僅是這個方式 Y 等於 A X 2 次 加 B X 加 C 一般人都寫這個 但我們可以把它調成這個樣子 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一個叫配方法 或者英文叫 Competing the Square 甚至我們一會教你的就是Program 按機、讀計數機 就會轉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要轉成這個樣子呢? Y 等於 A 乘以整個東西 X 減 H 二次 加 K 原因很簡單 轉成這個樣子是因為有著數 著數在於什麼? 看到這兩個橙色位 看到嗎? 這兩個橙色位的HK 其實就是 Vertex 頂點 即是這個Palmer線的最低 或者最高的頂點Vertex 而事實上 HK就是頂點 而粉紅色的這條線 就叫做對稱軸 這條對稱軸 可以從這裏看到的就是X 等於 H 只要那個 H 知道是什麼 X 等於 H 就是這個對稱軸的方程 好了 事不宜遲 進入了一條Program才說 首先看一看這條Program 你都不是第一天跟我的 總共有四個步驟 這條就是有關於Vertex 頂點 還有就是X 軸折距 就是X Intercept的Program 而事實上 這個首先有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按Mode 6.1 進入了Edit Mode 接著是Step 2 選擇1234 隨便一個位置 P1234 我自己選了P2 所以我按2 為何我按2 記緊要進入Comp Mode 這裏總共有57個Step 分別就是問號箭咀 A A 無好問號箭咀 B 如此類推 有57個要你進入 那你會問我 問號箭咀 B 如何進入 A 無好箭咀 B 如何進入 A 無好箭咀 B 如何進入 分別在哪裏呢 就是在這個換算表上看到的 問號是Step 3 1 箭咀 B 是Step 3 2 沒有是Step 3 3 如此類推 我建議你現在 因為你進入都要進5分鐘以上 都要有些時間的 我建議你先停了螢光幕 可以嗎 停了畫面 進入好這個表 進入好黃色這個部分 57個Step 之後才開畫面 OK 可以嗎 由於時間關係 我就當你進入好 我們繼續來 可以嗎 如果繼續來 那就來 其實在這個 program 王Sir都很貼心 怕你們會入錯 測試一下有沒有入錯 看看這條數 跟著按就可以了 不是叫你用手計 它就說 叫你find the vertex and the x-intercept of a quadratic curve 就是y等於fx等於5x2次加8x-4 當然 如果你要按這條curve 分別輸入就是abc3個位 就是ax2次加bx加c的abc3個位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 就是a5 b8 c-4 所以你會按5x-8x-4 然後按-4 然後按-4 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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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x-4 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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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出什麼 就會出Y的座標 Y coordinate 就是-7.2 就是-36 5 所以這個vertex 就是橙色部分 就是這點 原因就是按出來的 不用了 然後為何這條抬物線 會開口向上呢 原因這個位是5 A位是大於0 所以這個抬物線就是開口向上 然後再看下去 為何我會知道是-2和2x-5 就是0.4 原因就是我按多兩下 那你就會出第一個x-intercept 和第二個x-intercept 分別是0.4和-2 就是這兩個位置 X屬折距這兩個位置出來了 那你就可以畫好那個vertex線 條對稱軸就是x等於h h就是這個 -4x-5 所以x等於-4x-5 就是這個 可以嗎 當你會用這個program 那我們正式來的了 說回這條數 有這個program 你就舒適很多 他就問你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ay represent the graph y等於x2次-3x-18 一條過了的curve 所以其實這五個option裡面 首先我先篩走些東西 因為A位現在看到是1 即是大於0 所以它一定是開口向上 開口向上 這個是開口向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也是開口向下 所以也是這樣 當然 我們繼續下 怎樣分這三個呢 我們就按機 有這條program就很舒適 剛才我都說過 我入了這條program在哪 就是入了program2 所以我按program 我按2 先拿出來 之後首先就是1 2x 然後就是-3x 然後就是-18 我再按多一下exe 不如我調一調位 在這邊 如果我再按多一下exe 我會出什麼呢 就會出1.5 其實現在第一個數出來 就是vertex的頂點的x位 所以這個是1.5 然後再按多一下exe 再按多一下exe 就出-20.25 其實是說vertex的y位 我再按多一下exe 再按 6 換言之就是x intercept 第一個是6 而沒有第二個呢 按一下 可能是2個6都可以 即是點一下 如果出-3 好,然後and 這個是-3 我们大概知道整幅图的流程在哪 首先它说6和-3的X Intercept 所以我这样看 如果我当这个是6和-3 -3应该在左边 这个是-3 这个是6 好像也不太适合比例 6应该这么短 -3好像这么长 只是Scale也坏了 更何况Vertex Vertex是1.5 不是应该移到这边 然后跌到20点多 不是应该在这里 但是为什么会在这里 那当然是坏了 所以其实这个也坏了 之后这个 X Intercept 就是6和-3 如果-3要放在这里 6就放在这里 但很古怪 6有可能在这边 但-3不应该在X的轴 这边 好似古怪怪的 只是X Intercept -3都判它死刑 更何况 这个是Vertex 顶点1.5和-20.25 1.5 移到这么长 但是-20.5 跌下去跌那么少 不是应该跌多一点吗 所以就凭这个Scale 也可以判它死刑 好 看看这两个合理性 看看A是否 1.5和-6和-3 所以我会放 如果X Intercept -3应该放在这里 6应该放在这里 很相似的 1.5和-20.25 1.5和-20.25 1.5便移到少少 -20.25是否跌下去 这点也相似1.5和-20.25 所以正确答案 我会估计 应该就会是A OK 可以吗 好了 查一查看看 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OK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OK 好了 多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话 我们再见 拜拜